部分,特別注意,我這邊已經 有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各位可以自己實行再參考一下 如果甚至你打字比較慢的同學 C,C,C,V,你至少會貼,反正可以讓一下 然後自己再把它刪掉,自己再重打 重打一些關鍵的意外沒關係,都無妨 反正最重要就是你要把它鎖略 會把層次放在上面,主要原因是希望可以真的幫到大家 以後反正你寫不出來沒關係,總會貼,總會改 你至少還可以做一點事情出來 再來的話,後面 我們基本上做完之後,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我剛剛已經有加了一個東西 就剛剛有同學問說,這一行我先把它觸解掉 底色,像這個地方如果不加的話,反正我把它刪除 它會自動,上一列它如果有顏色,它下一列呢 它會自動幫你把上面的顏色也給複製下來的 有沒有,你會發現它有這一種延續 但問題是我希望加進來的東西不要這個底色 怎麼辦? 其實也很簡單,刪除,這個應該沒問題 插入,OK 只是說感覺好像,它這個插入之後 它就幫我複製下來,感覺醜醜的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可以在程式裡面再加一行 加什麼呢?很簡單 就是在那一列,我插入一列對不對 那我可以把那一列,比如說先刪掉 把那一列,這邊先鬆斷一下 假如說我今天插入一列了 那它會幫我,好像這一列 這一列不一樣,這一列 它會把上一列的格式,的底色也加過來 所以怎麼辦呢? 我如果希望這一列,這一列是哪一列? 32列 這一列的底色變成沒有 底色變成沒有 那各位應該剛剛有印象 底色變沒有的話 我們剛剛有用了,底色變沒有的話 我們是針對哪一個部分呢? 針對那個還原有沒有 可是它前面是放了一個所謂的範圍 但其實特別注意,如果你是那一列 假如我希望這一列,好吧 我反正不管,我就這一列 後面其實 有即便它沒有顏色,反正不管 我就是希望這一列 任何一個儲存格都不要有底色 那我要怎麼做會比較簡單 其實呢,你直接把這一個複製一下 然後呢,到底下 直接打一個什麼呢? 根本不用打,直接把它複製 把這個 Rose AE有沒有,電有沒有 你就把後面剛剛那一串 貼過來就可以了 你做個電 意思就是說呢,我希望針對現在加了這一列 把我的底色,全部變成沒有 OK,剛剛是針對某一個範圍 那如果你要針對某一欄的話 改一下比較好 只是針對那個物件 改 那這樣子喔,試一下喔 按F8 有沒有發現 這一列 它全部的那個 底色全部不見了 所以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這邊把它按F8 印色有沒有 這邊它又會把上面的這個顏色複製下來 所以 當然另外一個方法是整個範圍不要整列啦 不過我覺得好像整列會比較好寫 所以我是直接跟這整列的底色通通沒有了 OK 所以一樣的道理,全部都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它就全部沒有了 等於是說一邊插入列 然後一邊就把那一列的底色全部幫我把它去掉了 OK,然後刪除列 這樣就OK了 好,那大概我們今天 主要就是把上個禮拜的那個日期時間函數 後面的插入列 跟刪除列 把它做一個結束 那底下當然我還要講一些 比如說有同學說 老師那如果我今天要插入兩列的話怎麼辦 那你就是印色兩次比較好 那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那你記得喔 刪除不是刪除兩次喔 你要刪除自己本身加自己本身的下一個 有沒有 i跟i-1 才會剛好刪兩個 這可能 而且step可能要4-3 這可能要針對你實際上那個狀況去做改變喔 如果你要兩列的話 就可能自己再去做一些調整 OK 那刪除列 插入列 這個我想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那待會的話呢 請各位再幫我開啟那個數學函數的這個範例好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下一個單元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